熊孩子替我老婆还抢我手机 结果熊发求证了文亮 一天我和老婆正在小区里散步 因为老婆怀着身孕行动不便 所以我要一直搀扶着她 迎面走过来一个熊孩子 这个熊孩子在我们小区可是出了名字 整天不是挡电梯就要朝别人吐口水 更可恨的上次还绊倒了一位老人 害得老人住院了一个星期 可是熊孩子一家也是无赖 说到底不愿意赔偿一分钱 看着熊孩子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心中顿时一股不好的预感 连忙拉着老婆往一边推 谁知熊孩子此刻一脸坏笑 然后就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我赶忙上前拦住了她 你小子想干嘛 没事一边玩去 她肚子怎么这么大 是不是藏了皮球 我没有理会她 让她赶紧走开 然后我拉着老婆就往前走 本来以为有惊无险地避开了熊孩子 谁知道她转身朝我们这边冲了过来 一脚朝着我老婆踹了过来 老婆一下子栽倒在地 我赶紧上去查看 生怕老婆磕到哪里 然后急忙掏出电话 喊来救护车 熊孩子左腰还没完 当我打完电话的时候 一把枪走了我的手机 然后还对我一阵嘲讽 你小子快来追我啊 看你有没有本大爷跑得快 说完后头也顾悔地跑开了 因为老婆摔倒在地 我不可能丢下老婆去追一个熊孩子 就这样等到老婆被送去医院之后 我才放心下来 还好送医及时 没有动了胎气 老婆那边没什么大碍 然后我就去熊孩子家敲门 开门的是熊爸 你儿子替我老婆还抢了我手机 他人在哪里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儿子今天一天没出门 就是他抢的 我手机上还有很多小视频 他肯定在家偷偷看 什么小视频 熊爸像是发现新大陆 转身关上了门 只听见他家里 传出来熊孩子的惨叫声 大概是被熊爸打了一顿 由于没有拿回手机 小区那个位置刚好又没有监控 我也只好把警察也喊了过来 熊爸刚开始还很嚣张 你个骗子哪有什么小视频 只有一些沙雕动画 不过还挺好看的 是怎么做的 可是熊爸好像刚注意到边上的警察 马上又改口道 不对 什么手机没看到 没有手机你怎么知道 有沙雕动画的 熊爸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然后我拿出了老婆的手机 因为两个手机有共享位置 然后我点了手机的警报按钮 不意会就从他家里传来了手机的警报声 到了这里熊孩子一家 也不得不将手机交了出来 熊爸也因为侵占他人财物 被警察带走